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判男帅铁士文 自是兵多将国 威逼柏辽王背叛朝廷 兴兵造反 往攻占长安 称霸中原 为了平定叛乱 李世民欲驾亲征 由此引发了 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 而千古流发 驾 驾 驾 残头 哪里跑 别跑 驾 昆君哪 你现在是教天天兵 教地地不灵 谁能救得了你 你这是命该绝啊 快快说死吧 教地 伊 Si 敬 哼 于 死 兵 小将军慢走 快留下姓名 家住何处 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 家关尽绝啊 家住摇摇一点红 飘飘四下影无踪 三岁孩童千两架 保主夸海镇西东 这就是朕 昨夜做的一个怪梦 徐爱卿 你说这个梦 是主吉还是主兄啊 启禀皇上 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哪 这喜从何来啊 启禀皇上 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 皇上欲驾亲征 欲见铁石温追赏 姓于白袍小将前来救驾 这一白袍小将 就是皇上的硬梦闲尘啊 可他姓甚名随 家住何方 朕又如何能寻到他 启禀皇上 这个硬梦闲尘 身穿白袍 手持方天化己 很像我的女婿何宗献呢 是吗 皇上 这皇顾朝廷上下 除了我的女婿何宗献 没有一个像是硬梦闲尘呢 皇上 不如赵他上殿看看如何 啊 算了吧 只不过是真的一个梦而已 不必大惊小怪的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 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 欧阳 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 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 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 这不归我管哪 您是王爷呀 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哎呀 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 人一走查就凉啊 哈哈哈哈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王爷求求你了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 我尽力而为吧 啊 谢王爷 哎呀我尽力啊 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王爷 您一定有把握 事成之后还有一半 嗯 告辞了 谢谢 谢谢 嗯 王爷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 快请坐快请坐 哈哈哈哈 王爷 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有钱能出百病吗 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 他梦见一个硬梦贤臣救了他 我说这个硬梦贤臣很像是宗宪 皇上不相信 要是这硬梦贤臣是宗宪的话 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是啊 王爷 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硬梦贤臣就是宗宪哪 这个嘛 皇上 唯臣以为您所讲的硬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 找他上殿吧 程亲王 你的病痊愈了吗 老毛病很难根治啊 不过硬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 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好 传照 为了雁明正身 还是让他带着方天化吉上殿吧 嗯 准 嗯 中国 cruising 快来休息一下吧 哎 夫人 你对我真好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 为妻当然也希望 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夫人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不让你失望的 你呀 这会逗我开心 圣旨到 传皇上口谕 何宗憲持方天化己 马上入宫面圣 遵旨 巫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夫人 你这是干什么 公公 这次要宗憲入宫面圣 是什么事 回夫人话 奴才不清楚 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 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商店 奴才告退 宗憲 别管什么了 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 所以你入宫以后 一定要特别小心 好 我知道了 夫人 你放心吧 好 我知道了 夫人 吴皇万岁万万岁 小庆家 用你的方天化己 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臣不敢造次 朕恕你无罪 遵旨 遵旨 已是尽罪 druk obla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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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转两圈转两圈 回头看 让皇上看轻嘛 你 皇上 怎么样 陛下 何宗献有他的独到之处 但跟皇上所说的硬梦贤臣还是有区别 根据硬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 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圣名谁 哦 快给朕借来听听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 遥遥比喻成太阳 当太阳日落西山四落飞落的时候 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 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对 那朕如何寻找呢 这个好找 皇上不是说了吗 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 山西匠州府就有个龙门县 他准住龙门县 那飘飘四下隐无踪呢 飘飘乃是降雪呀 雪字往百家姓上靠 这个人应该姓薛 第三句上说的是 三岁孩童千两架 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 哈哈哈哈 仁贵呀 仁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 此人并非姓和 绝不是和宗县 白袍小将应该姓薛 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对 雪人贵 哈哈哈哈 雪人贵 雪人贵 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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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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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